约书亚纪第20章 耶和华小玉约书亚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小玉你们的 为自己设立逃城 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 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暴血仇人的地方 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 站在城门口 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 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 使他住在他们中间 若是暴血仇的追了他来 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暴血仇的手里 因为他是素无仇恨 无心杀了人的 他要住在那城里 站在慧众面前听审判 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 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 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 于是以色列人在拿福塔利三地 分定加利利的基地师 在以法连三地分定事件 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 基列亚巴就是西部伦 又在约大河外 耶利哥东 从雨变支派中 在旷野的平原 设立比西 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末 从马拉西支派中 设立巴山的戈兰 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 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 所分定的城 使勿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 不使在报写仇人的手中 等他站在慧众面前 听审判